培养实力超前部署 大家好,我是立元老师 很多现代人坐太久 或者是运动不足 年纪轻轻就有大肚子 今天我们就要来做的运动 可以加强你腹部、臀部的肌肉 帮助我们消除脆肉哦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站姿、侧台腿 我们找一个四个脚的椅子 千万不要找有轮子的哟 或者是扶在墙面都是可以的 我们站好了以后呢 手轻轻扶在椅背上 脚往旁边伸出来 好,这个时候我们用我们臀部的力量 把你的脚从旁边抬起来 放下来 抬起来 放下来 我们来做五次哦 五 四 三 二 一 好,我们放下来 另外一个腿一样 站稳了以后 脚往旁边打开 手轻轻扶在椅背上 往上抬高 放下来 一样我们做五次哦 五 四 三 二 一 好,轻轻放下来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用你臀部往上抬 这样子的话 我们中部的臀肌更加的紧实 你吸扬力的身材就会比较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个动作 叫站姿后抬腿 我们一样正部位站好 手轻轻扶在椅背上 好,我们左脚往后延伸 一定要对齐你左边的肩膀 好,脚轻轻地用臀肌往上抬高 放下来 肩膀要保持平行 一样做五次 五 四 三 二 一 好,放下来 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 记得腿千万不能歪 身体也不能歪 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没有练习到咯 好,我们再做一边哦 右边 手轻轻扶在椅背上 右脚后伸 对准右边的肩膀 轻轻往上抬高 放下来 五次哦 五 四 三 二 一 好,轻轻放下来 这一组动作主要是练习我们臀部的肌肉 如果你歪了就会没有练到 一样我们做三到五次就可以了 接下来要做的这个动作是坐姿卷腹 我们一样椅子做一半 记得双腿打开和胯骨同宽 膝盖和脚尖保持平行 双手交叉 放在脑后 后背挺直 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呢 腿抬高 身体 一 一 好,另外一边我们再一次哦 五 四 三 二 一 好,轻轻放下来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记得重心不要太往后 身体不要歪掉 一定要保持垂直的状态下轻轻拧过去 同样我们做三到五组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个动作是坐姿腹肌练习 同样我们椅子做一半 双脚合楼加紧 往前伸 脚尖是绷脚 双手合十 掌心往外推 我们停留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好,这个时候我们把脚勾起来 手掌往上 推到头顶摆晦穴的上方 同样停留五秒钟哦 五 四 三 二 一 好,轻轻地放下来 好,尽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用肚子的力量把你的腿控制平衡 后背不要弯 三点一线 一样要拉直哦 好,我们同样做三到五组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个动作是坐姿深蹲 我们一样准备一把椅子 轻轻地坐下去 记得椅子坐一半哦 双脚打开跟肩膀同宽 在这个位置上面 膝盖对准脚尖 轻轻地站起来 坐下去的时候呢 我们的屁股碰到椅子以后 就赶快起来 记得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腹部核心肌群 一样要用力哦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遍 轻轻地下去的时候 屁股往后坐 碰到椅子以后 起来的时候 起来的时候 臀部往里面夹 往上提 再一次 轻轻往后 用力收紧一下 这样子的动作 每天做10到20次就可以了 做完今天的生长 是不是觉得 臀部和腹部有点酸呢 记得要多喝温开水 帮助我们的身体代谢 有空的时候呢 就要动一动 不要再当大夫翁哦 记得要按赞跟订阅我们 我是立元老师 谢谢大家